如果你问我学小提琴是学什么呢? 我会说是学协调,左右手的协调 如果你想学得快一点的话 你看的方法不要独立地去看每一个技巧 什么换把,什么节奏 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很难 因为好像有很多东西要学 就是感觉的互通 不是独立地去看某一种技巧 而是很多种技巧的一个联系 我觉得这样看的话就比较集中 不会分开这个技巧 学完了还有下一个,还有下一个,还有下一个 不会这样 很多人说学小提琴很难 他们就是一直在说很难很难 节奏很难 怎么拿工很难 还有应准很难 首先我们不要有这么多难 在心里 不可能这样想的 你问我的话 我不觉得学小提琴跟学语言有什么分别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我们只是用一种乐器 可能是钢琴 可能是 fluit 小提琴 去说这种语言 只是我们讲一种语言 很久 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难 但是真的看的话 其实也蛮难啊 对吧 好像小孩学走路 走路的话 不是独立的看 右脚怎样打开 左脚怎么打开 怎么平衡 不是这样看的 对吧 是一个整体让自己习惯那种感觉 还有 学音乐 其实是学怎样讲故事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觉得讲故事很难的 要讲得很好听 有趣味 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以讲故事的角度去看 那小提琴没有很难啊 为什么我们不觉得走路很难 但是长大了以后 会说学一个 学一种乐器很难 技巧本身 很难 因为要时间去学的 去练的 小孩的时候 学 讲话 一样 但是为什么我们从前 不会跟爸爸妈妈说 发音很难 我们 就是慢慢的讲 跟我现在讲普通话一样 对啊 就是 我们一直在想 很难很难 真的没有意思 就是 现在的大人 太容易给孩子 解口 找解口 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没有啊 爸爸妈妈不容许 我去找解口 不要有难的 练头 不要去想太多 你慢慢的 一步步的去练 去听 很留心的在听 慢慢的就 拉完一首歌 慢慢的 就会变得 好听 希望 就算是 大朋友 你也可以 找到 音乐 玩音乐的 乐趣 谢谢